下面請收聽由林紹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原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講到梅屋先生聽到外面門鈴響 出去開門 原來是陳瑞芬 梅屋先生請他入客廳坐 客廳放著一幅中堂 是孫中山寫的天下圍攻 上款寫著梅屋同仁 下款寫著孫文敬書 梅屋指著那幅字十分驕傲地說 是孫先生寫給我的 他還稱呼我是同仁 真是光明 接著梅屋就發覺 陳水芬面色蒼白 眼神憂鬱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梅屋就問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麼事 你儘管開聲 我有什麼可以幫你忙 陳水芬也沒開口 忽然忍不住咳嗽 越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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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屋就說 你是不是病了 不如找個醫生看看 梅屋先生 我知道 你那位好好的朋友 是東京很有名的醫生 是啊是啊 就是金井醫生 他很出名 天王有病 找他 你是不是想找他看看 是啊 是啊 不過有件事我想求你 你千萬不要告訴孫先生 說我找醫生看病 梅屋就惡然 為什麼呢 我不想讓他知道 我怕他擔心 說完呢 又想掩著嘴來咳嗽咳嗽 梅屋就安慰他 你不用這麼緊張 我和你找醫生看看 我不告訴孫先生 就是了 不過梅屋就在陳水芬的面飾上面 就發覺有些不祥的預兆 他一定得了肺結核 哎呀 可憐啊 梅屋為他擔心 也為孫中山擔心 一年幾天 孫中山每天都去開會 慢慢開夜車寫東西 那晚 好夜啊 孫中山還在開夜車 廚房裡面 陳水芬還在煲滾水 準備給孫中山沖茶 陳水芬時不時在咳嗽 孫中山聽到他咳嗽呢 就打開房門進廚房 水芬 你咳得這麼緊要啊 來來來來 讓我摸摸你的額頭 看看有沒有發燒 沒事沒事沒事的 他拿著一杯茶 就進廚房 孫中山跟著你出來 來來來來來 我和你聽聽的廢話有沒有事啊 一邊說 又一邊去拿聽筒 不用了 我不用你聽了 你快點寫完東西 快點休息 哎呀 你不知道嗎 我是正式醫生來的 快給我看看 看看有什麼沒有 行了行了 你寫這個東西 你不要管我 我回去睡覺了 陳瑞芬呢 就怕著自己整天咳嗽 影響孫中山 又怕自己不知道有什麼病 會傳染給他 所以呢 借頭借路就搬到隔離房 一個人住 有時呢 在半夜咳嗽得厲害 他就用手掩著嘴 甚至用皮蓋著頭 實在頂不住了 他就走到門口那裡來咳嗽 孫中山是個很細心的人 又是醫生 他一直都關注著陳瑞芬的身體 剛才呢 他想跟他聽肺 陳瑞芬不肯 孫中山已經下決心 一定要想辦法 搞清楚他到底是什麼病 那晚 孫中山心情煩亂 一直都睡不著覺 快到天亮了 才睡了一會兒 陳瑞芬呢 一早就去花園那裡淋花 梅屋先生呢 就開門進來 陳瑞芬就說 梅屋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啊 孫先生起床了沒有 沒有 他昨晚很晚才睡 你是不是有事找他 有事找我叫醒他 不是 我不是找他 我… 陳瑞芬立刻醒 你不是找孫中山 是找我 哎呀 梅屋先生 我前幾天去看病 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怎麼樣 沒有…沒有什麼 那時候 陳瑞芬就發覺他神識不太對 就追問他 梅屋先生 你不要騙我 醫生說我什麼 醫生說我什麼病 有沒有說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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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說沒有 梅屋先生 我是不是得了肺腦啊 是不是 你說… 說…是不是 不是…不是肺腦 肺腦是有多少事 就…很快吃藥就可以了 不是很嚴重的 啊… 真的得肺腦啊 哎呀…被我猜中了 梅屋先生就說 這些是初期的 不是很嚴重的 你不用怕得那麼緊要的 醫生說 休息一下 吃點藥 好快就醫得好了 陳瑞芬好像沒有聽他說話那樣 雙眼猶疑不定 萬無目的地看著前面 突然間他對梅屋說 梅屋先生啊 我想求你一件事 梅屋也以為他不夠錢醫病 就對他說 你不用擔心的 那些醫藥費呢 我幫你…我幫你解決 不是啊…不是啊… 梅屋先生 我知道這種病沒得醫的 我…我求你做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把我得肺結核病的事 告訴孫宋山先生知道 啊…那…那… 哦…你…你…是否想自己告訴他 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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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梅屋就說了 這種病啊…很容易傳染人的啊… 你千萬要小心啊… 你吃過的東西…碗塊…喝過的茶杯… 要另外擠開… 皮鋪也有另外用啊… 啊…行了…我看你也明白 你知道這件事的啊… 是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梅屋呢…就把一瓶藥水… 兩瓶藥…交給陳水芬 那些藥水呢…一天吃兩次… 那些藥丸呢…一天吃三次… 吃了就會好些的啊… 啊…你…你…你… 你好些休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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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梅屋走了之後… 陳水芬足足哭了一天… 那晚…孫宗山回來… 又是照例開夜車… 陳水芬坐在門外… 看著天上的星星… 孫宗山呢… 拿著水壺想倒些滾水沖茶… 我們沒水就叫了一聲… 水芬呀…有沒有滾水呀… 尹維俊呢… 就拿著水壺進來沖水… 咦…怎麼你來的… 陳水芬呢… 哎呀…你以為我正是會寫字呀… 我連沖水也不懂呀… 哈哈哈… 這回呢…要勞動到江湖女俠來動手… 哈哈哈… 那個孫維俊呢…就雞手鴨腳… 將它滾水倒到滿桌都是… 孫宗山又笑了… 哈哈哈… 江湖女俠也會失手嗎… 哈哈哈… 陳水芬聽到孫宗山說話… 就快點進來… 哎呀…記得滿桌都弄濕了… 快點拿布來抹… 孫維俊呢…就伸了一條舌頭… 我也是不會做丫鬟的… 是啊… 你也是做你的江湖女俠… 對嘛… 孫宗山繼續寫了一陣子… 走到窗口… 見到陳水芬… 坐在門外… 一瞎… 一瞎就咳手… 孫維俊的心打個凸… 她立刻拿自己的冷外肚… 輕手輕腳出去… 將冷外肚… 憋在陳水芬的身上… 陳水芬突然整個跳起來… 你…你做什麼… 你…你做什麼… 孫維俊… 孫維俊… 哎呀…沒什麼… 好了… 不是說這麼多東西了… 先回到房間… 你不是很喜歡聽我說達爾文嗎… 我就把達爾文的進化論說完吧… 哎呀…今天不要說了… 你快點寫完東西… 你快點睡覺先… 我還有些事要做… 我要把文件送給王兄… 孫維俊呢… 就想拉著她聊聊天… 陳水芬就不肯了… 進房間… 拿了一疊文件… 飛快就走了… 看著陳水芬的背影… 孫維俊輕輕嘆了口氣… 她憑著醫生的直覺… 她判斷… 陳水芬一定得了肺結核… 替她那種反常的表情… 處處避開自己… 她一定是怕有病傳染給我… 所以才會這樣做… 現在… 趁著陳水芬出去… 孫維俊立即走進陳水芬的房間… 走圍地抄… 櫃桶… 皮墊… 衣服… 押都抄圍… 都不見到什麼… 後來見到書桌旁邊… 我小小的梳妝盒… 裡面… 是放著那張… 碧玉耳環… 還有三瓶藥… 孫維俊山下來一看… 醫治肺結核的藥品… 孫維俊山的診斷沒錯… 她說得了肺結核… 孫維俊山一片忘言… 痛苦… 孫維俊山一片… 一時間… 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忽然間… 聽到外面… 陳水芬咳嗽的聲音… 孫維俊山… 馬上收了東西… 回到書房… 想來… 現在最重要的… 先找醫生搞清楚… 他是不是得了肺結核… 到底有多嚴重… 搞清楚之後… 再來開解陳水芬… 這樣也容易一點… 誰知道孫維俊山還沒找到醫生… 就發生了一件大事… 慶維俊會… 好像火山爆發一樣… 搞到天反地覆… 原來… 王興… 就不知道孫維俊山已經決定… 用六號東設計那面旗… 來做會旗… 即是以後的國旗… 王興… 就在會議中… 廣泛發動… 大家來討論… 討論是哪個圖案好… 那麼很多會議都很熱心… 將各種各樣的圖案… 交上總部… 大家來品評挑選… 孫維俊山知道之後… 一直都放在臉上… 大家要熱烈討論… 他坐在一邊… 一句話都不說…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呢… 王興… 他也設計了一面旗… 是井智營圖案的旗… 王興自己解釋… 井智營的旗… 是代表井田仔… 平均地權也好… 井智營圖案… 總之… 中國革命… 總是要造福農民… 井智… 代表中國… 中橫千脈的田基… 所以… 用井智旗最合適… 但是… 慢慢… 大家就發覺… 孫維俊山… 不肯放棄他… 那幅清天白日旗… 因爲你面旗… 有六號東烈士的鮮血… 所以… 孫維俊山… 以前… 就放在住的房間… 後來同盟會成立… 就放在總部… 汪精衛… 是最適合孫維俊山的… 所以呢… 他一開口… 就支持… 青天白日… 做會期最合的啦… 宋教人就反駁… 井智旗好… 簡折名寮大方… 大家不要有門戶之見… 兩個人呢… 就吵吵吵吵不休… 孫維俊山突然站起來… 一入手… 唉… 不要吵了… 胡罕敏呢… 就說… 散會先啦… 會期之爭… 暫時停止啦… 那大家散會離開… 王興呢… 是最後一個走出去的… 他看一眼孫維俊山… 想說什麼… 忽然間… 欲言又止… 孫維俊山叫他… 欸… 黑強啊… 你別走… 別走… 王興走回頭… 何香瑩呢… 就打開了窗口門戶… 讓你煙霧散走… 孫維俊山就看了他的眼… 那何香瑩就醒了… 知道兩位領導有事商量… 那馬上離開… 王興就對孫維俊山說… 我不是想跟你頂頂的… 我又不想激怒你… 是啊… 那你明明知道我心意的啦… 那你怎麼不表態支持呢… 喂… 我設計的井字旗… 是代表平均地權… 那有什麼不好才行的… 蛤… 你還是堅持… 一點都不肯妥協… 那怎麼你一定要別人妥協… 你自己也不肯妥協… 我認為… 用清天白日旗… 做會旗… 將來做國旗… 是最適合的… 是最佳選擇… 無用之意的… 我又不是這麼看法啦… 老老實實說… 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見的啦… 很多人都不贊成清天白日旗… 我認為他們都有道理… 我沒有出聲… 沒有公開支持他們… 就是為了留點面子給你… 你不出聲… 那就是做他們後台… 非此即彼… 一字那麼淺的嘛… 王兄實在都忍不住了… 就走到牆邊… 指著那幅清天白日旗… 那我就將說話說清楚了… 我認為… 你這幅清天白日旗… 像日本國旗一樣… 人家是紅日… 你這只是白日… 就是這麼多區別… 那又怎麼樣… 說得難聽一點… 就有日本吞併中華之掌… 孫中山就忍不住了… 你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不敢鬧馬齊說話都行… 照你這樣說法… 用清天白日旗… 就有賣國的嫌疑… 王兄又頂回頭… 我又不敢說… 總之我認為… 放棄清天白日旗為好… 其實… 老百姓看清天白日旗… 要不是當清天白日旗… 那樣看… 將來我們要實行民主共和… 我們是百姓的公僕… 就應該避開這些含意… 我不容許任何人… 詆毀清天白日旗… 我從1895年… 帶領同志起義以來… 十幾年… 團結在清天白日旗下… 熱血兒女… 何止千萬呀… 他們將其次當作神聖之物… 多少知識人人… 為了捍衛清天白日旗… 犧牲流血的… 我…我…我…我怎麼能夠背叛他們… 如果你們一定要放棄他… 你…你…你… 你將我開除好了… 開除我吧… 黃兄怎麼也想不到… 孫中山提到要開除… 一時之間… 就不知說什麼好事… 我現在站在那裡… 在外面… 等著的廖仲海… 就衝進來… 日美對王兄在那裡擺手… 哎呀… 不要出聲了… 不要出聲了… 那時… 孫中山已經激到淚流滿面… 王兄… 咬牙切齒面紅以赤… 一匹野馬… 衝出門口… 不顧而虛… 兩個領導人… 反了面… 傷了感情… 怎麼收課呢… 欲知… 好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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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